现在我们要去装一个大物件回家 我们在家里不是开了店吗 现在每天都要打包发货 然后老爸投资 给我们做了一个桌子呀 这下以后打包就方便多了 波哥快点 搬桌子去了 想想有桌子的好开心吗 波哥 这个桌子打包还可以吧 这个桌子还是组装的 这是老爸到汉的一个铁架子 然后再过来带木头 请木工帮我们做了个板子 这里又有一颗老柿子 是我上面全是柿子没来摘 太高了呀摘不到 放弃 穿吧放弃了 走走走走 不要别人穿的柿子了 回去 快走走走走走 快走走 你走走走 快走走 快走 快走 老木板 老木板是这样子的 又不是新的木头 不过这样看起来很舒服的感觉 好紧啊 要不要拿锤子来敲 其实老爸是给我们做了两个桌子 他昨天做好了一个 今天做好了一个 就分两次搬回来的啊 做两个桌子花了几百块呀 这汉这两个就是花了四百 然后做工又花了两百 这就六百 然后还有自己的板子 反正七百可能还不够 桌子有点小贵 老爸还要帮我们的这个桌子 刷点这个铜油 亮堂亮堂的好看 先得把这个木板补一下 不是很平 这些缝缝那些地方都要塞住 他用这个 这个老爸说是什么灰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最后一步就是刷这个铜油啊 既漂亮又发生铜具 也实用 伯哥以后有了这个打包的桌子 你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唱首歌 唱呢 快点呢 我是一个被刷牆 被刷牆 你会不会应景的唱一首 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 错 我要把那新桌子刷得很漂亮 哥哥这个桌子被你刷的 现在都可以给你当镜子用了 大功告成 最像你终于有桌子用了是吧 是